今晚热点透视来关心第54届的电视金钟奖颁奖典礼 今天晚间登场 其中在戏剧节目男女主角奖 以及综艺节目主持人奖项上 可以说是今年金钟的一大亮点 像是在戏剧节目女主角奖的入围名单当中 除了贾静雯出道29年来首度问鼎金钟事后 队上的蔡淑珍 曾佩瑜等等实力派演员 被称作是死亡之组 至于男主角的部分 吴康仁不只跟吴正迪互相捉对厮杀 对手还有王世贤 温生豪以及龙绍华 到底角落谁家粉丝都相当期待 什么叫健康的妈妈 一直外遇的爸爸很健康吗 内心戏巨大沉重 是强势的电视台主管 同时也是无差别杀人案的受害者家属 贾静雯演技精准到位 每个眼神都有戏 也让他出道29年来首度问鼎金钟事后 不过今年金钟奖戏剧节目女主角奖的入围名单 堪称死亡之组 除了贾静雯 模特儿转战戏剧的蔡淑贞 在睽違四年后 也要再次角逐事后宝座 对上的还有曾沛瑜 徐立文 江宜成 这些实力派演员 到底会讲落谁家 没人说得准 一个案件结束 一不是办法行就没了 另外在戏剧节目男主角奖上上 不只是金钟常客 更早是金钟事地的吴康仁 这回再度以精湛演技 跃上入围名单 而过去也拿过金钟事地的吴正迪 这回再次入围 要立拼人生第二座 市地奖座 资深演员王世贤 则是睽違十八年 在角逐市地殊荣 而温生豪 龙绍华 也是被看好得奖的大热门 至于综艺节目主持人奖 今年则是老将新生大车拼 连两届拿下 抑制及实境节目主持人奖的吴宗憲 今年再次带着徒弟 陈翰典汉鲁鲁再叩关 其中鲁鲁还和肖敬腾和林佑嘉 以其他节目入围 得奖护声很高 不过黄紫焦携手朴学亮 曾国成带领巴育 也全都来势匆匆 浩子搭档乱谈阿翔 也不是省油的灯 金钟奖还没开奖 个个有信心 但没人有把握 谢谢送报导